中共一帶一路 又受到挫折 澳洲總理最近表示 或將在數州內 廢止一帶一路的協議 而大紀元獲得的內部文件 揭示 多年來中共勢力 一直在從經貿 教育文化多各方面 進行滲透 其中包括推動澳洲地方政府 簽署一帶一路協議 據澳洲媒體《先驅太陽報》報道 2月15日澳洲總理莫里森表示 維多尼亞州與中共簽署的一帶一路協議 對澳洲沒有任何好處 可能在未來數州內 將其廢除 儘管去年澳洲率先在國際上 呼籲對疫情傳播進行追責 並因此引發中共在外交和貿易上的報復 但莫里森的表態 並非在這輪衝突中的最新反擊 事實上 自澳洲維多尼亞州在2018年 與中共簽署一帶一路 諒解被忘錄起 該協議一直飽受外界救病 和澳洲聯邦政府的批評 據澳洲2GB電台消息 在2020年5月 澳洲內政部長達頓批評維州政府 無視聯邦政府對中共滲透所做的安全警告 執意簽訂一帶一路協議 在同年6月 總理莫里森再度批評維州 並敦促維州州長廢除該協議 澳洲在去年底通過聯邦申法外交關係法案 政府有權否決各州與外國簽署的協議 維州是唯一一個擅自與中共簽署一帶一路協議的州 雖然一帶一路是以發展經貿文化為名被推廣 維州政府直到去年仍堅持推進 但這些都未能阻止中共對澳洲的報復 央及維州 在2020年5月中共突然對澳洲大麥徵收報復性高額關稅 而大麥是維州的第二大農作物 澳洲聯邦兩大黨的議員對此表示 中共發起的貿易制裁 違反了其與維州政府簽訂的一帶一路協議 貿易制裁使其變成了一個謊言 在2020年11月中共下令無限期暫停進口維州原目 儘管維州政府一直在為中共一帶一路辯護 根據《大紀元》獲得的中共愛事文件 在2015年起 中國各地政府在澳洲頻頻舉辦論壇 聘與當地官員簽訂各種推進一帶一路的合作協議 中澳城市合作峰會 是一家與中共政府過往實物的澳洲民間社團 澳洲國際商會 簡稱AITA的組織 受中共統戰、外視等政府部門支持的半官方交流活動 一帶一路是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對外擴張戰略 在2015年中共當局發布文件 推進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 一帶一路正式成為中共國差 自此中共開始發動海內外國勢力 以政治、經濟、文教等合作各種名義 對外進行全面滲透 而AITA商會 同期舉行的各種活動 也都是圍繞一帶一路來展開 從2017年起 AITA商會舉辦的中澳城市合作峰會 直接掛上了一帶一路的招牌 中共外視部門的文件還披露 受中共支持 AITA商會 打著文化交流等名義 推出了各種各樣的一帶一路相關滲透活動 大紀元去年發表多篇獨家報導 曝光遊走於中澳之間的澳洲國際商會 AITA及其會長默克波 大紀元獲得的更多中共文件顯示 在中共擴張一帶一路之前 AITA商會就是替中共牽線搭橋滲透澳洲 根據中共內部文件 在其滲透澳洲的過程中 除了AITA商會之外 中共很多部門都參與其中